好 徐春英能不能夠擔任公職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趣 的確我們的法律的規定 的確有一些很特殊的狀況 譬如說 依照我們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是你只要規劃成我國籍十年 你就可以有參選的權利 可是呢 參選 你當選之後 你就職的時候 你必須宣示 你沒有其他的國籍 除了中華民國國籍之外 所以這中間會有一個 的確嚴格來講 他有一點點模糊的空間 但是要依照哪一個法律 徐春英一樣 在他前幾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很大方的秀出了 中華民國護照 中華民國身份證 他說他已經沒有使用中國護照 然後那邊護籍也除籍了 對不對 可是不小心 他露線了 因為一樣 徐春英嗆說 要怎麼放棄中國籍 那如果你已經沒有中國籍 你為什麼要放棄 就證明他自己承認 他還有中國籍嘛 對不對 徐春英說賴清德造謠 說我是共產黨員 要給個交代 兩岸是國與國關係嗎 你宣布獨立 我就去放棄那邊的國籍 那表示說現在他還有國籍嘛 憲法這樣定 叫我去哪裡放棄國籍 好 那徐春英不知道 怎麼放棄國籍 可是關鍵不在於說 第一個你要放棄中國籍 你要問中國 你問台灣的政府幹什麼 那今天賴佩霞 他要放棄美國籍 而且事實上他已經放棄了 難道他當時他有沒有問 我們那一政部說 林佑昌你告訴我 要怎麼放棄美國籍 我怎麼知道 你要去問AIT 你要去問美國人 你怎麼會問外國人 要放棄他國籍的事情 所以這個不合邏輯 但是我請教時期 你不覺得這個回答跟我們上一段討論 那個回答就差很多 上一段那四題他都在閃 但是這一段一刀就戳中 臺灣在法律上 就是說兩岸關係定位 跟憲法上的矛盾之處 我覺得徐春英跟柯文哲 絕配 他們兩個完全應該搭檔 應該柯徐配 對我覺得應該柯徐配 或者是柯文 文英配 文英阿姨 因為他們很擅長 一迴避問題 他永遠沒再跟你回答問題 第二 他很喜歡把問題丟回給別人 這個就不用我自己回答 柯文哲也是各中老手 用問題回答問題 然後徐春英 就你看他他剛剛那幾題 他沒有一題回答 然後他順勢的把問題說 那個是兩岸領導人要回答的 所以是別人的問題 別人你們要回答 不是我應該回答的 然後他現在東嗆 西嗆 嗆賴清德 你給我拿出證據來 第二個是邱泰山 他說放棄國籍 這件事 我要去哪裡放棄 邱泰山你給我出來講清楚 邱泰山也中槍 邱泰山其實在這邊 專訪的時候 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擁有參政權 但是所有的民意代表 宣誓就職的時候 你就是只能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講得清清楚楚 然後你 是大家要問你說 你要不要放棄國籍 你怎麼會回過頭來 就像年晃講的 你怎麼會叫邱泰山告訴你 你去問習近平 邱泰山 習近平 我要怎麼放棄中國國籍 那賴佩霞 還有很多人 他們當中還有吳征 他們當初在放棄美國籍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嗆外交部 吳釗燮 你給我出來 告訴我 我要怎麼放棄美國國籍 國民黨提過新住民 那個林立財 當時也沒嗆 沒嗆我們的政府 林立財是哪一國 我忘記了 他好像是柬埔寨的樣子 他也沒有在嗆的 嗆外交部 你告訴我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 徐春瑩 其實某種程度是一個訓練 有素的 很像共產黨守法的 文革訓練出來的人 否則一般人通常 通常他要召開記者會 或者是上節目接受專訪 不熟悉的人 其實會有一些緊張 會有一些膽怯 會有一些結巴 可是你看他侃侃而談 氣勢逼人 直接嗆 連副總統都嗆的人 你會覺得 這個人的口才流利的 那個樣子 應該是經過了長期的受訓培養 然後他也的確在他的這個兩岸 什麼婚姻的這個組織裡面 是一個積極穿梭 組織這樣子的 對 這個重要的關鍵角色 所以我覺得他的表現上看起來 真的很有共產黨守法 然後他面對外界質疑的這些所有的回應 也跟他的這個欣賞他的黨主席 柯文哲非常類似 所以我就大膽建議 真的應該柯徐沛 好那這樣子力挺柯 力挺這個徐尊英 其實對於柯文哲來說 我覺得是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聲量的統計表 好這個聲量統計表 他其實是在過去一個禮拜之內 幾位要參選總統的人 他們的聲量統計表 第一名真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永遠都是這個聲量王 好那可是因為聲量 重點是有正負聲量 你看柯文哲 這個綠色的是正的 紅色的是負聲量 他在這個時候突然間飆高 本來負聲量都已經下來了 突然飆高 這個日期是什麼時候 十一月七號 十一月七號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柯文哲在學校裡面演講 回答大學生有關於徐春英爭議的時候 柯文哲為了力挺徐春英 回嗆了這些學生 你偏什麼評論 哇負聲量 也就是說柯文哲為了徐春英 寧願冒著這麼大的風險 因為其實總統大選 任何一點風吹草動 都會影響你的民調 可是柯文哲乾冒大不會 然後影響自己的震聲量 去挺徐春英 我覺得是有蹊跷 好接下來的節目 春英看過來 你不知道怎麼放棄中國籍 對不對 我們教你 如果春英沒看到 他的好朋友看到 麻煩把這段影片趕快轉傳給春英 看一下 我們教你怎麼放棄中國籍 臺大法律系教授林玉雄 林教授 他依照中國的國籍法 他說你只要向公安提出申請 核准後取得證書 就可以完成放棄 放棄的程序 為了避免春英找不到申請表格 我們幫你把申請表格都找出來了 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申請表 個人信息名字英文的中文的別名或曾經用過名字 然後性別照片出生日期出生地婚姻狀況 然後國內戶口狀況 他是已經註銷了 對他戶口已經註銷了 原戶口所在地上海市 然後限辭中國護照旅行證件 沒有因為許春英說他現在沒有用中國護照 對不對 然後再來電話號碼 現租地工作情況 電子郵箱全部填完之後 送到公安單位 明顯這很困難 因為過去是這樣 過去依照兩岸關係條例 就是說我們的憲法當然還是 一種憲法 對啦 所以認為兩岸之間 不管是大家講的特殊國與國 還是怎麼樣 沒有定義十兩國 所以過去陸配給過來 就是放棄復籍而已 所以你包括牛村如過去 大部分其實陸配是這樣 他其實出國啦 出國都是給中華民國護照 這沒有問題 他們回到大陸去 也是拿台胞證 這沒有問題 他們不會拿大陸的身分證 因為沒有了 放棄復籍 所以從政的話 是這樣 因為過去大家也討論很久 我覺得第一個要保障陸配的參政權 這沒有問題 那你不論 剛才林英雄老師說 是一國籍法第二十條 不能有雙重國籍 另外一個國籍法第十條 他有排除相關 只要禮拜台灣取得身分證 超過十年就 參政就沒有問題了 這是參選權 對 可是二十條是保 就職 就職權 就任 所以現在就出現幾個bug 你知道 南投縣議員是 呃 死雪燕 在那一年內他要放棄國籍喔 要不然他的就職資格也會有問題嘛 對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法律上 法律上相關的有怎麼規定 怎麼規定就怎麼辦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你對 對 呃 呃 那個 就徐春英來講 他當然挑戰現行的 呃 制度啊 他挑戰說 如果假設啦 他不要向大陸申請的話 他直接向內政部申請 那是不是變成說 變成又有兩國論的問題了 所以當然現行的法律有他的矛盾在嘛 這沒有辦法 不過是這樣子 我覺得法律歸法律 未來怎麼去修法 讓他更完善 如何保障這些新住民的參政權 我覺得這個未來 這是選舉完要去努力的地方 可是現在問題是 在於focus 大家去挑戰說 他的忠誠度的問題嘛 對 那徐春英是用比較 回擊性的來做做做挑戰 是這樣我覺得說 政治人物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你社會對他有疑慮的時候 相對的他也要去做說明 嗯 就是說那他挑戰說 比如說他有沒有支持兩岸統一 其實思想無罪啊 台灣也有人支持統一啊 其實也能說啊 我覺得這都支持統一支持台獨 這個都變成一個政治主張 思想無罪 可是可以提出來 就是說光偉也會有點 遮遮掩掩掩掩閃閃閃過去 大家質疑他 就變成說 我認為說會去挑戰說 他的忠誠 其實就說我愛台灣啊 我願意規定放棄大陸國籍 這樣做吧 我覺得就沒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兩個層次 第一個法律該修法的 還是要去修 第二個就是說他如果去證明說 當然你要證明說我怎麼愛台灣 我覺得言語上言行上是可以去 可以去做澄清 然後可以去多做說明 那至於說第三個有沒有放入名單內 因為我認為柯文財是左右逢贏 最後還是不會把他放入名單 過去的林立禪 現在的民進黨的羅美林 他們都原來都是外國籍 然後呢 我相信他們也都放棄原來的國籍 林立禪是柬埔寨 羅美林好像是馬來西亞 牛村如因為他沒有就任 所以當時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那徐春英是如果擺在安全名單裡面 是會遇到這個問題 而且今天有人提醒我 他即使不放在安全名單 因為不分區可以地補 把前面的都幹掉 他就地補上去了 而且民眾黨是兩倍 因為不分區當兩年 對 所以他的安全 假設是八席的話 等於是他第十六名都有機會 在後兩年會地補上去的 就職內一年內宣佈放棄 對 等於是他還是可以地補上去 等於是他如果只做兩年的話 那他一年內宣佈放棄 等於是他至少也可以做一年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沒那麼複雜 不過溫學我想請教你 就柯文哲針對徐春英這個問題 很奇怪 他不敢直球對決 那我們知道柯文哲 在年輕族群裡面的支持度 向來很高 那尤其像你 你跟品渝 佩依 你們昨天才成立一個 我們這一世代的連線 就是說我注意到你們講 說其實年輕人並不是如優先 民調數字看出來說 真的那麼支持柯文哲 對柯文哲來說 他這次參與總統大選 他的民調一直能夠維持在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其實年輕人給他的支持是非常的高的 那對於年輕人來說 他當然我覺得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年輕人會有的一個想法 就是他們反權威反對 可能會對於現在當權或者是現在的任何的不滿 他會反映在執政黨身上 所以他會投注在另外一個他覺得可能可以選擇的對象 那現在顯然看起來在國民兩黨之外 柯文哲成了年輕人一個這樣子的選擇 但是呢 他其實中間出現了一些價值上面的落差 所以這個才是昨天我們 包含我黃捷 吳貞 阿苗 然後品渝跟佩益 我們組成了一個這個世代的連線 那我們過去十年其實就是在街頭 大部分的人都是起家都是從318學運 太陽化學運 所以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個318太陽化世代 這個世代經過了十年 大家在各個地方努力之後 而我們的初衷跟核心的思想 都還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經濟自主繁榮而自由的國家 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是無可避免的 是你必須要去說出明白說出你的價值 但對柯文哲來說 他這個轉變 還有甚至那天在高雄大學的時候 其實學生對他的提問問的是什麼 問的是同婚 你的態度是什麼 柯文哲說我沒有說出我那時候投廢票 然後你們三明治看太多了 那當時網路上就做了一張圖示 把三明治之外的媒體有報導全部都列出來 其實大家各家都有報導 柯文哲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說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另外一個大科學家四叉貓 他也整理了 從二零一七年的時候柯文哲說他支持婚姻平權 然後一八年的時候那時候要公投 社會上對立比較嚴重 他說他有不表達的自由 一九年的時候他說我公投投反對票 但是允許他們上街頭遊行 二零年的時候又說又在一篇他的臉書發文說他投廢票 那今年又說否認說曾經投下反對票 這個變來變去 那為什麼其實我們如果很仔細的去解析他每一次講出這個說法 其實都跟他當時在思考的事情有關 二零一七年為什麼要支持 因為他在選台北市長需要年輕人的幫忙 那二零一八年為什麼說不表達 就因為社會衷突高 他就不想要站在哪一邊 那一九年的時候他那時候其實一直大家還記得四年前就有想說要不要選總統 只是後來沒有所以那個時候 整個因為那個投完公投之後被否決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可能又想說這樣子的人不支持人是不是有可能會比較多 所以又講說我投反對票但是我同樣又說我台北市政府允許你們上街頭那到今年他要為了要討好年輕人為了要獲得年輕人支持又說他沒有投過反對票 當然過去的說法都被打臉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說他當然是跟著他的現在想要獲得的選票想要獲得的族群的這想法走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柯文哲為什麼沒有辦法代表這個年輕時代 第一個是他跟婚姻平權這個對年輕人來說這個基本上是基本題 根本你是連想都不用想就是支持婚姻平權支持多元族群 然後再來是對於中國的問題 其實有些人會說今年是不是這個中國議題 或者是亡國感這樣的議題 在年輕人之中不是這麼吃香 但事實上正是因為年輕人對於國族的意思 對國家的意思已經非常堅定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議題之外 大家關注更多的是民生 更多的是社會上其他的議題 所以在這個基本題上柯文哲跟現在基本上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年輕世代有一個斷裂 然後在婚姻平權這麼基本的題目上面又反反復復 所以有些年輕人他當然就會覺得 我或許期待一個不一樣的政黨 但是你在這些基本價值上面 如果沒有辦法說清楚的話 那我當然會有所保留 的確 現在年輕世代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對於臺灣跟中國是互不隸屬的兩個國家 應該是已經在他們的DNA裡面了 也就是說就像我們說 開車在路上遵守交通規則是一樣的道理 這種事情需要強調嗎 他已經不需要強調 可是當一天某一天有人 他不遵守交通規則 他反而覺得他很有道理的時候 當然就會引起公憤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然後這個咨擦